我們就確診了56宗個案 就有一宗輸入性個案 就是印尼回港的愛蓉 55宗本地個案 就有23宗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其中有10宗左右都是住在油麻地 油尖望區 另外就是有32宗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其中有一宗是中九龍隧道的相關個案 在曉峰樓來說 昨天就是我們做了一個撤離的行動 總共有24個人就是送去檢疫中心 都跟專家再研究過 都覺得可能有向上傳播危險 今天就是由13樓開始打上的 都是要安排他們送去檢疫 我們現在暫時手上 有超過60宗初步陽性個案 其中大概30宗左右 都是在油麻地的臨時檢測中心 或者是流動站找到個個案